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次想分享一段影片 由一個名叫Simon的人去分享一篇文章 說中央有一張黑名單 為何莎姐這麼嚴肅呢 因為我覺得是有的 只差一張黑名單去到有多細節 她亦說中央何時會清算呢 我不敢包她那篇文章可不可信 但我知道是一定會清算的 還有清算的時候所帶來的後果是甚麼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認真看一看 現在在做暴力、非法行為那些 應該都沒有辦法走掉 只是說莎姐希望再細一輩的家長去看一看 即是好好教育你的小朋友 我不想有個人告訴我 她說香港未來十年、二十年都會差 我也覺得是 二十年去不去到會差呢 我不敢說 但十年都會差 我也相信 我希望下一輩的小朋友 即是現在五、六歲、十歲樓下 還未適合那些 可以改到的就改吧 希望她父母也為她前途著想 不要經常看錢 說經常都要賺錢 賺錢 你賺到錢又怎樣呢 你到時失去的子女又怎樣呢 究竟你是養大了她就盡了責任 但你想去他日也有光明的前途 希望大家真的想清楚 還有給多些父母看 以下這段影片 作為一個知識也好 作為一個警惕也好 大家看看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連結會放在影片尷尬 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想過 上部中央核名單有甚麼作用呢 國家的中央何時會進行大清算呢 澳兔除了去不到澳門 那麼外國有沒有影響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息 可以解答你的問題 消息說到有人問我 你上部中央核名單真的有用嗎 對此作出下你的回應 你們才會明白 中央有核名單 可以跟香港警方交換暴徒情報 有助香港警察執法 而中國的電腦識別系統 只要有一對眼 就可以99% 認出蒙了面的人的身份 故此那些蒙了面又擦國旗的人 以為沒有人知道是誰 他們很快被識別出來 捉拿鬼話 二 核名單不斷更新 分享到很多國家 現在很多人連去澳門都被拒了 馬來西亞、加拿大、澳洲 以及很多國家都會拒絕參與過暴動的人入境 三 現在美國和很多國家如果想去海外升學 就必須要香港警方發出良文證 很多人都已經在黑名單中 他不會取得良文證 怕日後連去旅行都會被他入境 四 有了黑名單 等到10月底 期止結算日後 中央可以進行大清算 更會對警察及政府公務員進行背景審查的時候 這些黃絲就會被隔職 五 有了黑名單 所有的航空公司的職員都會被隔除 再沒有任何一間航空公司去聘用 六 入了黑名單 去途永遠不能再讀大學 香港不會給予大學中帖 更沒有任何一間大學去錄用你們 有些國內的人來了香港 以為有簽收 也都參與暴聯 結果被認了出來 通行證及護照被取消了 以後不能夠來香港 亦無法出境 還有很多很多一羞盡委的事不便公開 故大家對今天香港的暴徒行為不必太激動 我們亦不必跟暴徒打 免得被圍毆重傷 我們只需要靜靜拍下暴徒的照片 記得關上閃光燈 扮聽電話 其實在偷拍下這些暴徒的照片之後 會有人搜查資料後 我上報中央黑名單 要這些人自己承擔今天的惡果 這個就是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呼籲大家一起努力 去進行這個大家都能夠做到的任務 來為日後驅逐暴徒的有意義工作 驅逐暴徒還我香港 以上是消息的所有來源 我相信絕大部分觀眾看完消息 都好像我第一次看 太多信息爆出來 如果有需要的 自己在前面再看一次 不然我們在下面再討論 亦都因為 我覺得消息太敏感了 但你看得出其實它是公開講的 但是西文都不講在哪裡看回來了 雖然它不是明日 但消息絕對算是可靠來源 所以不提供來源 免得會不會累了人 開始講講自己的題目 特別是文章有講到一點 民主大國其實沒有講到一點 民主大國現在不是說要做一些特別法案出來 去提供一些特別的簽證 專門優待給一些黑衣人 真是簡稱的 那我提一提就是 民主大國一向真的很受信用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富二得族 剛剛好像滅了足 第二點呢 其實它這條文章雖然是以點綴式講出來 但其實我覺得很連貫 它第一個立證已經是很好的 電腦系統是可以單憑它那一對眼 是認識別百分之九十九的蒙面人身分 大家想想拆國旗還是蕭國旗的那個靚妹 為何那一天就立即被人捉了 它全程蒙面的那個過程是 所以這件事的可信度是比較高 可以導致到其實以國家級的黑名單來說 大家想想 假設這個消息的大部分都是真的 但是我這個人的身分幾乎可以說 它說的所有東西都是真的 我就發現呢 特首是真的什麼都做不到的 你明不明白 上面說的所有東西 只可以是中央去做的 每一樣東西是特首做到的 大家明不明白 它間接都解釋了 特首為何在處理這一部分上 是做得不如意 當然其實消息的後半段都解釋了 根本不需要同步套打 只需要拍下它們 然後上報中央 當然它這個上報中央 它給那個連結我會放在我的影片簡介 看完影片的人自己可以過去那邊 看看有沒有需要上載給中央 下面我想說一些西文不太明白的東西 消息講到 等到十月尾期止結算日後 就進行大清算 我真是不明白為何要等十月結算 是不明白的 最主要是我不明白 為何 知道的人 大家留言 解答一下廣大的觀眾 第二 其實這個港消息的人 還有很多事情還未說出來 他都說還有很多很多一修盡委的事情 不便公開 例如其實怎樣一修盡委 先看內地那班 其實三文一某一組 很一段之前的時期已經講過 其實國內有些人收錢來這一邊 所謂示威 他不知道嚴重性是多大 有人認了出來各式各樣 三文一某段影片分享過 極嚴重的階段 來香港讀書的變得不再可以來香港了 全屋不可以來香港了 取消國內的福利、退休金 國內的福利和退休金 在國內的平民來說很重要 去香港之外無法出境 嘩 真是唯一生 真是唯一經過 而儘管可能幾多年之後 他可以出境都無用 還有幾多他不變公開的東西 我們是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 知道的人可以提供給三文的觀眾 一齊看看 這條信息太爆炸 必須分享給大家 好了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